好不過看到陳玉珍跟徐小新的表現 民眾黨要開始緊張了 民眾黨靠聲量起家 怎麼能夠輸給他們呢 所以我們看到其實這兩天 柯文哲跟黃國昌兩個人好像在比賽一樣 比賽什麼 比賽罵賴清德 這是比狠的學位 我跟你說輸人不輸定 尤其在聲量這個地方的話 剛才主持人也講了 民眾黨柯文哲跟黃國昌 就是靠聲量起家的嘛 現在看起來你看 徐小新今天拿一個脾氣在那邊量一下 聲量馬上又起來了對不對 陳玉珍你看他去罵街 不是罵街啦 在人家民進黨的那個記者會外面 罵罵罵去臭臭臭對不對 臭臭的那聲量也起來了 所以你看現在開始怎麼樣 柯文哲要奪回這個聲量主導權 那他怎麼樣奪回 很簡單罵民進黨 省力又省錢對不對 你看他罵說賴清德毀宪亂政 背信欺义對不對 而且你說事件案沒有結果之前 你不要給我輕舉妄動 你這是在恐嚇大家 所以他講說什麼 歷史上沒有因為天災瘟疫 而亡國的 有的只是領導人亡國 什麼他還舉一個例子 叫做希特勒 所以你看 馬上總統發言的亞會 郭亞會就出來講他對不對 柯文哲將金流民主體制 產生的總統視為希特勒 是台灣民主自由最大的侮辱 他就很火大了對不對 總統是自由民主算出來 可是柯文哲就講說 今天柯文哲要加碼就講 他說希特勒也是德國人民選出來 納粹也是人民選的 納粹黨 所以你看提醒賴清德尊重法律 個人凌駕法律是獨裁的第一步 今天柯文哲有讀書 他知道希特勒跟納粹是人民選出來的 今天比較有讀書 對得一分 可是人家講 你柯文哲以前 帝制思想根深蒂固 你常常講說你是什麼雍正 努爾哈赤多爾滾 還有什麼漢憲帝 漢高祖唐太宗有沒有 你說五度 五度稱帝 你這才瘋狂 你從以前就一直覺得自己是皇帝 對不對 那到底是誰充滿了獨裁思想 這個柯文哲你要解釋一下 我才稱讚你有讀書 所以你把這個讀書拿出來講話 我們比方姐 對不對 那接下來黃國昌 黃國昌也開始罵了 對不對 他說你看賴清德 不要只敢躲在發言人的身後 這樣不僅沒有誠信 又顯得毫無擔當 對不對 好 那說真的你看 不要躲在發言人背後 對不對 民眾黨發言人 這個時候就粉末登場 吳醫師就出來說 你看 柯文哲跟黃國昌是在幫民進黨 導正是非 拯救臺灣民主 國會改革照耀鏡 照著你民進黨裡外不是人 都覺得很好笑 你柯文哲是因為總統選不住 對不對 現在幻想自己是救世主嗎 對啊 對不對 拯救你還要拯救到民進黨去 民進黨會跟你說 不用你假薄 真的還幫民進黨導正是非 還拯救臺灣民主 恨不得民進黨滅亡 對不對 所以就跟你講說 國人造業國人家 對不對 所以柯文哲如果要假薄 人家做了什麼事情的話 你自己好好做你的事情就好 為什麼 你看我就跟你講說 其實現在大家講說 大罷免時代來臨 對不對 明年二月開始之後 立馬英開始罷了對不對 對不對 那大家都講說 你看很簡單 你那個民眾黨 巴西全部都是不分區嘛 對 罷也罷不掉 那怎麼辦 他們現在開始說火大 喂 現在很知道 我常常說 贏罵不要贏過對不對 你不要說 其實說你巴西立委罷不掉 我白色材材對不對 你就開始笑人家 你看 現在那個許甫連許甫 很久沒聽到許甫了對不對 民進黨副民主長 對啊 他進來就開始講了 你看 那種綠的青鳥跑掉了百分之七十 跑掉七成了對不對 你不是號召十萬嗎 對不對 那接下來剩三萬啊 早起生氣了 對對 就表示說 你民進黨造謠宣講 懲罰效果 我是覺得說 你要講的話 真的不要講到青鳥 青鳥走了 是他們自己自覺走了 可是你要想到 青鳥上街頭也是自覺來的 對啊 對不對 所以這種東西不要做類比 這種東西沒辦法類比 好 好啦他們就講說 你看青鳥大部分是走了 大半的鳥飛走了嘛 所以他接下來要透過洗腦宣講 對不對 要到明年二月發動罷免對不對 罷免幾個國民黨的立委對不對 民進黨立委就能補上 真的有這麼好的事情嗎 我也覺得 真的有這麼好的事情嗎 對不對 不要想太多 我跟你講到明年二月 這個罷免的能量要持續下去 我常常在講說 罷免要師出有名 仇聖職要夠 對不對 你一直講罷免 而且現在更誇張的是 罷免要罷到什麼 林真宇和學姐身上 立委罷不掉開始罷議員 這樣好 我是覺得我個人認為 我們選舉我常常講過 現在台灣兩年選一次 中間休一年還要差一個罷免 真的太多了吧 對不對 而且說真的 你要師出有名嘛 對不對 你天天罷免 真的仇恨值有這麼高嗎 不過有些人真的是很棄民眾黨 不是要棄歸棄嘛 我就常常說民主的價值 就四年選一次嘛 你覺得他做之後不好 真的不行 或是一片不要打給他 對不對 這不就是比人頭比素勢啊 你中間還穿插一個罷免 我是覺得太無聊 這個個人真的是 真的覺得太無聊 那你說減舒培這麼認真的 你如果因為仇恨值 你說要把減舒培扒掉 我也不會答應啊 對不對 是這個有必要嗎 真的沒有必要 好啦 那黃國昌你看 他今天說的 他嫌自己仇恨值不夠高是不是 不是 我都跟你講說 都怎麼樣你知道嗎 西豆油不要西平豆 對不對 我今天就一直罵嘛 對不對 你0622那天晚上晚會人很少 他就告訴你說 我們沒有提供紅酒煮牛肉啊 也沒有粥啊 所以來的人當然少啊 那你下次提供給我看 看有沒有真的人多多少 不是嘛你就不要在那邊浪 浪那邊浪 浪那邊浪 真的 還要在那邊酸 說真的 你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醜溫子高 你看現在人家火大 真的沒辦法出去 一口氣出不了的話 找林甄宇跟學姐來出去 真的 這說真的 所以只要人 反正把孩子死不完 都死不完 可是說真的 這個實在是沒有必要 真的不好 就像陳佑誠就講 實在是莫名其妙嘛 當家執政在鬧事 對不對 將罷免仇恨動員 下放到地方政治 實在沒有必要 好 那就表現得像樣一點 對大家要認真嘛 說真的 現在罷免這麼流行的話 你還是遭遭不認真的話 真的就罷免罷定了 不過這個罷免到底要怎麼樣 現在看傅崑崎跟柯文哲 兩個人的想法嘛 對不對 傅崑崎講說 我跟柯文哲麻痺的 對不對 兩個人麻痺在溝通之後 這個要不要提高罷免門檻 柯文哲上個禮拜是講說 我不希望改變罷免門檻 這個實在是罷免 那個聯署門檻有意見 可是你知道嗎 他說這不能作為政治鬥爭的工具 對不對 可是他現在有意見的 竟然是總統的聯署 跟罷免的聯署標準不一樣 他說罷免總統 為什麼這個可以跟罷免立委 聯署那個不一樣 對 所以他的意思是說 要玩就玩大的 搞了半天原來是想玩大的 不要只罷免立委 要創作創作大的 罷免總統 所以是不是這個意思 我是不知道啦 你不是說不要把罷免 當作一個政治仇恨 政治鬥爭的工具嗎 對不對 可是我說實在 柯文哲 我上個禮拜已經告訴大家 我一直在強調一點 柯文哲講的話 不要相信 隨時都會更動 他現在是拿那個什麼 提高罷免門檻這個修法 有沒有 跟你國民黨 因為現在要罷的全部都是國民黨 對不對 那他想要重通得利 那我昨天也提醒大家 如果真的國民黨被罷了 其實已經藍白加起來 已經不是國會最大黨的時候 你說他會不會緊張 對不對 民進黨抱持從頭到尾就懶得理你 對不對 那你現在如果國民黨跟藍白加起來 已經不是國會最大黨的時候 你在立法院玩不起來嘛 那你要找誰玩 這個時候就藍的要理你 你只能跟國民黨蹲在外面玩沙 對不對 那你看如果 而且現在更誇張 現在是要罷免你白贏的議員 所以你看開始如果真的啟動了 這個從此一直延續下去的時候 你說你柯文哲想法會不會改變 對不對 所以我就跟你講 說真的 柯文哲你真的現在要考慮清楚 我之前也講說 現在罷免提案 看起來好像跟你民眾黨沒有關係 對不對 那可是這整個罷免下去 如果你還不約束你黨裡面的人 一直用這種從而言論的話 我說真的 接下來 你柯文哲就要少年了 好